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早上好,中国 早上好,中国 今天我已经生在中国啦 今天是我的第一天在... 诶,第二天 第二天在中国,但是我第一天开学 但是其实今天是一个开幕医师 所以也不算开学 但是就是 他会介绍我们整个学校啦 然后...嗯,他知道 所以...我要多一下一点 画这儿 OK,换一下地方 by the way, this is our door I think it's pretty obviously in my standards and,这个是我们的阳台 大家给你们出去看一下 这里是晒衣服的地方 看几点这样,我已经很直了 8.05 然后我们八点半是要去吃早餐 但是我是不可能坐在罗兰 看外面他们一起开始上课了 我还在这里要走 这是我的校园 我已经迟到了,bye 这是我即将食道铁 你看这个天气比马来西亚还热 我们去tour 其实今天是一个开班仪式 就是他们会大概介绍学校给我们 这是我们的开... 欢迎会了 嗯,欢迎会 嗯 这是我的早餐 但是这样 其实就跟你们讲 这个是我马来西亚带过来的 然后... 压制我们开班仪式 然后去给我们看一下影片啊 然后介绍一下老师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拍一个大合照 然后现在看不到东西 但是我发现一个照片在这里 我脸根本是看不到了 三...二...一... 然后再看 我们的同学 大家稍微修共有4点 现在导游在介绍那个课室 然后这个课室就是非常的先进啦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里呢 我们这个楼梯是 两种不同的设计 左边呢 是可以行坐 后边呢 可以坐在这里 常常休息一下 可以在这里 讨问你的聊天 包括呢 我们这里的光线 反正整个消息就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要从宿舍走过来的话 如果你是慢慢走的话 应该要走15分钟吧 我快走 我每次快走 或者跑 就5到8分钟 还有这个是我们的 图书馆 图书馆前面有这个石碑 是社会主义的一些名人 是图书馆 图书馆肯定是我最喜欢的啦 因为真的是很美很大 而且就很平静 是没有人潮的 而且你在里面 你还可以吃东西喝水 可是马来西亚肯定是不能做的 就有点瞎到 可能就很美 然后很多书啊 然后在这里做工 真的是特别有效率自己 亲身体验哦 反正以后我就会在图书馆留很久啦 所以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图书馆的话 以后就注意我的vlog一下 我应该会蛮长去这里的 看起来我们看了图书馆 很大个 我觉得可以去读书 读书馆 导游现在带我们绕道去另外一个教室楼 这一楼 回忆我的大学生我就靠你啊 这是automobile engineer的地方吧 然后讲真的 我看了这里 我就对这个 course 真的是非常有兴趣 真的很酷 真的超帅的 然后设备真是很齐全 这里是他们的直播间 真是蛮吓到的 突然间有一个直播间 他们的直播间是差不多 很像艺术 做艺术的地方吧 但是啊 这里里面也是有那种 mic stand啊 那种selfie stick selfie stand那种东西 tripod 对对对 其实我拍到很不好 但是这个是橡木工程的地方 是智能与机器人造型纸 我觉得这个也是超帅的这个地方 智能制造做工厂 就是差不多一个迷你工厂这样子 然后他就有很多这些很帅的robots 帮忙做你要做的东西 这里算是一个心理辅导室吧 这里就还有一个专门给别人写书法的地方 就非常文艺的地方 不适合我 如果你们在看这个vlog 我觉得我应该是去中国了吧 而且在中国我就肯定会带这个去 这个肯定是在我的travel list item 其实你看我上次vlog 我其实也有推荐过这个东西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买过的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 你可以问我朋友 我连去hotel住啊我都有带去 但是这个机会很老了啦 其实 Anyway so that's why I bought a new one 这个也是 他们Usmile的声波电动芽刷 为什么其实我想特地推荐 因为其实我现在还在绑牙 每次吃东西过会很不方便 因为每次吃很多东西过很多食物会卡着 也其实卡在这里 一 比较推荐就用电动芽刷吧 因为我用完这个 我就发现这个真的就特别适合我 我知道其实我有try更多的电动芽刷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Usmile的最适合我 因为它的刷头双弧设计前驱深入牙缝 后弧贴合齿面 多角度的清洁牙续 快速刷干净 而且它新生级的刷头还带软胶包裹 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口腔 保护牙齿不被打到 因为觉得用了这个就真的很effective 我现在其实我没有电动芽刷 所以我都是用手 发现用了电动芽刷过后 我是真的有变懒动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电动芽 所以它是一共有三种模式 清洁、呵护、美白 所以它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技术 最贴心的是它还有这个防飞剑技术 所以你每次刷牙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你的牙膏会到处乱飞了 还有它这个芯瓶就有携带这个黑科技 也就是质适应 就是说如果你刷的太过利用力过度的话 它就会自动减少那个幅度 所以你刷牙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疼痛 是不是很智能 所以这次我能回过真是很开心 它这个真的是清理到非常干净 尤其有时候我用手有时候我清理不出来 尤其是后面的牙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回购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有遮扣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买的话 而且用有折扣 其实你会有更多的遮扣 还有这个其实它很好 这个我已经用了可能一年 我忘记多久了 但是它现在到现在还是很多店 去了链接下单 然后就是午餐时间 嘿嘿 我只要聊早饭这样的东西 在这里其实早饭真的很便宜 嗨 这是我订阅的我看 鸡瓜 我跟我们摸 菜 饭 这是一餐 总共13元 去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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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这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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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讲一件大鱼鱼世界 跑到江远去中国银行 最重要文件没有带 拍手 结论是我白跑一趟 真是大头香口 这里有奶茶变 但我要买一张 上次我讲的食物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这次我叫错了 因为那个面我以为里面是有肉啊菜啊那些 但是这个是纯面 忘记叫什么面了 但是很像是有花生酱 然后就很干 然后我就吃得了很 但是是我的错啦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小笼包这里是包罢了 我们小笼包那边是他们的灌汤包吧 结果我冲着灌汤包 但是是包罢了 现在夜里了 今天夜跑了一下 但是我一个人 所以其实我跑到蛮趴的 所以我以后跑步都应该不会再晚上了 我遇到瞬间 然后刚才我竟然把卡都在接转发 站海台桃哈 flex一下我广东话 just kidding我广东话 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哇李恩欣第一次自己晒衣服 呃因为其实我在家里是用那个 dryer的 所以我没有晒过衣服 打蟑螂机 so basically 他的luggage突然间进了 一直蟑螂 lol 啊 58 随 comunidad 你丢在这里 不要丢在这里 什么 去拿三 Denmark 我这个觉得比较 Perm activities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